DIT和TechPro在去年宣署了一份关于国际战域合作的重要悲慌度 这项倡议能让台湾和美国有机会在许多不同的面向上深化我们的国际战域合作与写作 其中一项关键的做法就是要让很多美国人来台湾学中文 同时也让美国有更多的中文老师来自台湾 因此这项倡议成一旦支持了美国限制中国在美影响力的过来政策 也支持了蔡总统在2030年将台湾创与化的疫苗ETA 是英语教学当中一项重要的资源 这些ETA的英语教学助理从美国来到台湾 在这里的中小学协助老师教育 我们在美国驻美的经济文化代表处和DIT共同签署了台湾交易倡议的这样的OEV 我想这个是台湾在交易上一个非常重要发展的旅程碑 包含了我们在外语教学能力的引进 包含了我们教学的助理以及相关的这些培训 那么因此今天我们特别在国立中山大学 到成立国内首座的双语培育基地 因此 Arena 创业 发热 感谢观看